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回头一看 一个白衣女鬼就蹲在墙角 小慧一声尖叫醒了过来 原来只是个噩梦 可这个梦也太真实了 小慧有些心有余悸 第二天的夜里 小慧快入睡时 又听到了女人的声音 还是让自己滚出去 小慧壮着胆子起身查看 忽然就被白衣女鬼抓住了手臂 吓得大声尖叫 听到尖叫声 女仆赶了过来 女鬼也就消失了 但小慧的胳膊上分明出现了明显的手指抓痕 小慧是受不了了 肯定是男主的前妻化成鬼魂 要赶自己走 在男主回来后 小慧跪在地上 要求男主让自己回娘家 但男主根本不相信什么鬼的存在 就拒绝了小慧的请求 不过为了让小慧安心 男主还是安排了两个手下留下来守夜 晚上男主有事外出 两个手下就在小慧的门外下起了棋 小慧现在也感觉踏实多了 结果睡到半夜 小慧又被惊醒 还是那个女人 还是那个声音 小慧叫两个守卫却无人回应 跑出去一看 两个手下就那么呆呆地坐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这时小慧的头顶出现了一团长发 小慧抬头一看 那个女鬼从天而降 扭下了小慧的脑袋 凌晨办完事的男主回到家中 看到了女仆和两个手下的尸体 知道大事不妙 来到走廊又看到了小慧的无头尸体 顺着血迹 男主来到了院子里 在死去的前妻坟墓前 男主看到了前妻的鬼魂 手中还拿着小慧的头颅 前妻此时也看到了丈夫 转过身朝男主慢慢地走了过来 故事到此结束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 禅女 故事开始 在黑漆漆的夜里 一个女子匆忙地走在山间凝泥的小路上 女子叫阿湘 是草鞋匠阿郎的妻子 怀孕已经七个月 但为了生计 不得不帮着丈夫去镇子上卖草鞋 谁知道因为路滑 阿湘一个不小心摔下了山崖 画面一转 阿湘已经失踪了很长的时间 阿郎也找了很久 但不见妻子的下落 阿郎责怪自己 不该让妻子挺着大肚子 含去卖草鞋 这天阿郎路过了一个小酒馆 无意中听到两个人 在谈论山中产女的传说 说是最近山中出现了一个白衣女人 手中抱着一个婴儿 站在路边一言不发 如果有人过去询问 就会被这个女人杀死 或者被婴儿咬死 阿郎听了也是心中一惊 莫非妻子已经遭遇不测 化为了女鬼吗 阿郎是越想越害怕 可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半夜阿郎刚要睡下 只听到屋外有声音传来 阿郎出去一看 竟然是一个浑身血迹的白衣女人 手里还端着一个腐烂的死婴 阿郎吓得夺路而逃 而那个女鬼就这么不紧不慢的跟着她 阿郎好不容易躲了起来 回头一看 女鬼就在面前 阿郎吓得晕落过去 醒来后发现自己睡在了大街上 阿郎赶紧去找阴阳先生 阴阳先生告诉阿郎 这是阿郎的妻子化身的厉鬼 一定是有未了的心愿 所以才一直缠着阿郎 当晚阿郎又碰到了阿湘的鬼魂 可阿湘好像并没有要伤害她 而是把死婴举到了阿郎的面前 阿郎害怕的继续逃跑 然后碰到了一名喝醉的武士 从武士的口中 阿郎得知了山中闹鬼的具体情况 接着阿郎忽然想到了什么 然后抢下了武士的佩刀 就往山里跑去 阿郎爬下了山崖 在这里找到了妻子阿湘的尸体 原来阿湘的心愿就是当一名母亲 可是却胎死腹中 阿郎拿起了佩刀 划开了阿湘的肚子 然后将死婴爆了出来 放在了阿湘的身边 然后痛苦不已 忏悔自己没有照顾好妻子 这时阿湘的鬼魂就在阿郎的身后 静静地看着阿郎 故事到此结束 好了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故事 牡丹灯笼 故事开始 男主是一名高级武士 这天他来到了朋友家做客 被朋友如花似玉的女儿所吸引 而且天色已晚 朋友就留男主住了下来 半夜男主无心睡眠 在院子中瞎溜达 看到朋友的女儿 游子的房间还亮着灯 就走了进去 真是长夜漫漫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而且朗友情妾有意 所以没多废话 就开始了不可描述 天快亮时 两人还是依依不舍 画面一转 男主和游子正同床共枕 游子的爸爸突然冲了进来 指责女儿干出了 有辱蒙风的丑事 让家族蒙羞 然后就拔出了武士的刀 砍下了女儿的头颅 接着把刀对准了 下沉一团的男主 男主尖叫一声醒了过来 原来只是个梦 不过男主还是有些后怕 男主自和游子分别后 就没有再见过面 也不知道游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而男主年龄很大 又有家世 朋友是肯定不会把女儿 嫁给自己 而且听说朋友 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丑事 现在躲都来不及 怎么会敢去找游子 这天的夜里 男主在自家的院子里闲坐 看到门外有亮光 就出去查看情况 原来是两个打着灯笼的过路女子 这个灯笼画着精美的牡丹花 很是漂亮 男主再抬头一看 发现后面走着的 竟然是游子 赶紧就将两人迎进了门 原来游子 因为和男主的奸情暴露 被父亲赶出了家门 和女仆吴妈 住在离男主家不远的宅子里 好久不见的两人 干柴烈火 又是不可描述了一番 第二天 男主的女仆 阿丽早早的起床 来到了主人卧室旁查看 昨晚 阿丽听到主人房间里 有说有笑 但却并没有见到客人的到来 查看了一番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阿丽想 也许是自己听错了 可到了晚上 阿丽又听到 男主的房间里 有说笑的动静 好奇的阿丽 走到了男主的卧室旁 偷偷地往里一看 主人竟然抱着一句 腐烂的女尸 干不可描述的事 旁边的吴妈 也是一具腐烂的尸体 正诡异地看着男主 阿丽是吓坏了 连滚带爬的 就逃了出去 第二天 阿丽将此事告诉了男主 男主自然是不相信 不过男主也奇怪 为什么游子总是晚上来 天不亮就离开 于是就按照 游子说的地址找了过去 结果哪里有什么宅子 只有一片坟墓 在一个挂着牡丹 灯笼的墓碑上 男主发现了游子的名字 看来真的是鬼 这可怎么办 接着阿丽带着主人 来到了寺庙 求了很多的福 按照法师的要求 贴在了大门上 可保男主平安 果然到了夜里 游子和吴妈的鬼魂 进不了男主的房间 一夜平安的过去 第二天的晚上 阿丽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并没有人 结果一回头 一只鬼手伸了过来 拽住了阿丽 阿丽是吓坏了 这时女鬼告诉阿丽 让阿丽把男主房门的福揭掉 否则就要了阿丽的命 阿丽是不敢不从 游子和吴妈的鬼魂 又进了男主的房间 画面一转 第二天阿丽来到了男主的房间 看到了用刀抹脖子自杀的男主尸体 故事到此结束 本篇在日本小故事合集电影里 算是有头有尾的了 毕竟故事少 像那种五六个故事组成的 基本都是为了恐怖而恐怖 眉头眉尾 看的是一脸的懵逼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本篇